一大早高雄市府廣場前 聚集大批民眾要來抗議 市府在今年八月份 開徵污水處理費 根本是一隻牛 扒兩層皮 現在中央政府 每年都有報助 高雄市政府二十幾億 我們黨團主張 每年有二十幾億報助 先暫停徵修 這樣好不好 由國民黨籍議員及立委候選人 所發起的抗議活動 不滿市府以一直使用費徵收辦法 就開始向市民徵收污水處理費 也有議員指出 贊成使用者付費 但目前污水接管工作 都還沒完成 就記著跟市民收錢 有待乎責責之嫌 污水費一度五塊 一塊塊差不多要多幾百塊 這樣以外 我們就要繼續求水費 兩次的錢都要我們付 這樣才會公平 不不不不 市府方面則是回應污水費的徵收 已經完成法制化 是法性沒有問題 高雄市開徵污水處理費 一般用戶收取每度五元 與臺北市費率相同 已經考量民眾負擔減徵 未來每三年會請專業會計師 重新檢討計算費率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